四十页下有个潜字 说完的讲法 潜纵眼 我们先看潜这个字形 很奇怪 它上面是中间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左边这样 右边这样 这个就是 鞠就是两个手 下面是什么 这个样子 三个这种一堆东西 这是什么字 这是负字 所以潜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知道潜是把这个送出去 对不对 潜反 潜纵眼 纵就是放 潜反就是 把它给它弄回去放回去 从错 某生 这个字不认得 那么我就把腹部这个字找出来了 这个字 这个字也是念潜 这个字也是念潜 潜伤小快眼 完全不懂 自古以来没人懂 大家也不需要懂 总之就是 这个字拆不出来 其实这个字不应该拆 这两个是同一个字 从这个负 从鱼 这都没有道理 潜是怎么回事呢 也是一看古文字字形 就很方便 这个能看出来吗 看第一个 两个手 这两边 这个两个手 很像 中间抓了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师 那么这个 他造字的时候 就不是很实 不是说 我真的能抓一个部队 对不对 他只是表示 我要把一个东西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搬的东西 他借了 表示这个师旅的 这个师 来表示他的意思 就是我不是真的 把一个部队举起来 搬到一个地方去 而是表示 我这个要搬的东西 那么这个字就很形象 什么是潜 潜就是把 主要是人了 不一定有 对吧 部队 不一定是 真的是 必须是师 人一类的东西 拎起来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就是潜 那么一下就把 这个潜的本意 就说明白了 它里面所从的部分 应该就是这个师 那么这个字 立定下来 就应该是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吧 两个手 翻一个师 后来 变变变变变变 竟然能够变成 这个样子 是吧 这还可以 上面部分 不像了 下面部分还留着 那么 这些都是浅 有加口的 我们之前讲过 口王王是 只是分化的符号 对不对 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 到周代开始 有加这个 错旁的了 这个是 好 七八九三个 加的不是错旁 是什么 大家认得吧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是 是走旁 走旁跟错旁是 行径的衣服 差不多 都是钱 就是加上这个意思 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是个 表示个行为 行动 所以要加一个 这个走旁 不过呢 这个 一直到这个时候 你看两个手 搬一个诗 还是看得出来的 对吧 到后来就怪了 他战国就一塌糊涂了 这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被改造掉了 这个中间是一个签字 它变成两个手 拿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被改造成了一个 行行比较近的一个音符 就是这个签 签这个字 大家不认识 这个以后再说吧 好 但是秦文字里 就是秦国的这些潜字 还是保留了 下面这个诗的部分 但上面这部分 大家看 这是从两个手 并起来了 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两个手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到了东汉 这个潜字 跟现在已经差的不大了 对吧 你派钱的潜 跟前面这个追射 这个可以联系起来讲 都是对这个一个师 一个军旅 所以这两个可以联系起来 我们看这个潜 好 我们看这个潜在 王林广海语字典里的解释 就可以看到他这个 对本意的说解 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 打发走放走 因为说文凶为重演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作为本意 但是呢 我们看他这个解释是 罪而潜之 把它给它弄走 无人潜之 都是这个把它送走 他认为这个打发走放走 是本意 又一意是这个派遣 拆遣 是吧 因为但是我这个 从文字情况来看 我怀疑这个派遣 拆遣是本意 就是把一个队伍给弄到这个地方去 打发走可能不是本意 因为打发走 他不见得要用诗这个衣服 用诗这个衣服 恐怕还是要这个派遣 这类的意思 是本意的可能性高一些 所以我怀疑这个是本意 打发走放走 跟这个放逐发配 这两个应该联系在一起 对吧 这应该是一回事 所以钱 一开始应该只是派遣拆遣 就是把一个东西安排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后来呢 不是派遣拆遣了 是给他派出去 轰出去也算钱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遣法 似乎就有 不是把你这个 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而是把你赶出去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些钱 有了这个派出去赶出去 让他这个消失消亡 这类的意思 才有这个后期的 到中古时代近代什么什么 才开始唐代 才可以有就是这个排遣消遣 排遣消遣 就是把你一个不要的东西 给他派到外面去 就是这样来的 使令 这更晚了 就是 遣他做一件事情 拆他做一件事情 就叫做遣 运用使用 这都是很晚了 不管这个 好 我们这个顺便讲两句 好玩的是什么呢 这个字还有一个读破的读音 读做欠 答案了 现在也可以 这个 也可以不读破 这是 遣是一个动作 是吧 它的名词就是被派遣的东西 被送出去的那个东西 可以叫做欠 古代把这个随葬的物品啊 称为这个欠 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东西 基西里讲 书欠于册 乃代枯如初 什么叫书欠于册呢 就是这个落葬的时候啊 要把我随葬的所有东西啊 要在这个册 这个册 就是这个书册 就是这个册 这个册跟这个册 是一个字的这个议题啊 两个字 也是一个意思 就是把我这个送葬的东西啊 都写在这个竹简上 跟这个 这个东西一起 买下去 要是我这个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给谁看 啊 就是 试者是不会看了 是吧 啊 他曾经说试者下去的时候 等你们走了看看 送给我的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 点点看有没有带少了 是吧 也许是给这个接收的人看 就是你们那边这个要照顾好我这个人 我带了多少粮食 带了多少衣服 带了多少车马 你别够了 别给这个 苛扣了 你知道吗 这都是他的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习俗 就是随段东西要寄个清单 一起跟下去 这个东西叫做 书欠于册 啊 对 也指这个浅测啊 对 古人这个 对 送礼是要有个清单的 是吧 就像现在送红包后面写个名字 写个金额 是吧 是吧 好 这个书欠于测 就是送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写上去叫欠 那么写这个东西的那个测 也可以叫做 我们看到这个 记系里这个 独欠足命枯 独欠足就是 要把这个清单啊 要念一遍 念一遍是念给谁听呢 我不知道是念给逝者听 还是念给这个 接收的人听 就是这个接收逝者的那些 这个我不太搞得清楚 反正他的 这个表示这个人神无欺 人鬼无欺 大概是这个意思 长幼无欺 老幼无欺 对吧 就这个欠 这个这个习俗啊 当然这个古人觉得是很重要 可能是就是为了不欺瞒 对我们今天啊 是特别有用 为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打开一个墓 发现了几百种东西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不对 你每个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不知道叫 但有些东西传到现在还有了 大量东西是没传下来的 这各种过碗瓢瓢叫什么 不知道 里面放了各种植物 各种动物骨头 你不知道什么动物 随着一个车窗一百个零件 你什么都不知道 幸运的是往往他随个单子 他告诉你 什么东西二锅 那个东西两个盘 两盘 那个东西三个瓮 然后他就 吓死了 他说是写给我看的 是吧 就这个东西啊 对当代的人考古学家非常有帮助 只要那个浅测 那个逐渐没有烂掉 就可以 这个独破 现在已经可以 我们一般不独破了 这是可以去对 当然了 对也是很难对的 你三锅肉和三锅鱼 你如果 里面肉和鱼都烂完了 你也分不出 哪个是哪锅是肉 哪锅是鱼 是吧 但是 如果数量不同 名字还能找到点线索 这个很有帮助 我们 随便看一点 我稍微找了点浅测 这个是 湖北金门 战国包山楚墓 这个墓里呢 就随散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要什么有什么 吃得用的 过碗瓢瓦 车马衣服 多得不得了 这个里边有大量的浅测出所 我们看看这个浅测写的 看得见吗 有个灰底 什么 看不大懂 我也看不大懂 很多名物是考不出来 有很多种讲法 是这样子 我先大概稍微挑了点 食事之精气 食事就是吃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食事 我想 应该是随葬的 吃的东西 应该在一个地方 可能一个耳房 专门放吃的东西 叫做食事 也有可能是生前 有一个专门管吃东西的 这个地方叫食事 精气是铜气的 我们知道 今天的铜 上古时代叫做金 现在的金 上古时代叫黄金 它随着哪些铜气呢 它会告诉你 有数字 有名字 有数字 有名字 有数字 有名字 还讲清楚的 两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 接铜 看到没有 中漆 就是说在这个东西 是红色的 中间还上的油漆的 所以就是 有这些附属信息之后 就很容易去找这个东西 对出来 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四个什么一个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着 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没有你看 接鸟 是吧 食 刚才那些是 气 这个就是食了 是吧 具体吃的东西 什么玩意什么 什么玩意什么 这个认识的 这个认识的 是吧 这是肉 干肉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蜜 你看 蜜一否 一罐蜂蜜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 凉否 什么什么一否 什么什么酱瓜 什么什么一否 蜜莓 蜂蜜 腌的这个莓子 一否 怎么样的肉 什么 这种可能是 肉泥 肉末 肉制品 有很多考证 都可以跟古书里 很多东西对起来 李书里 记载了大量的 祭祀品 的名字 这个要用什么 用什么 用什么 谁没见过 谁没吃过 出土的这些 灌瓢盆里 往往也没剩 什么 这剩不下来 但是他会记载 我在什么锅里 哪种锅里放了一种什么 哪种碗里放了一种什么 当然这些不是全都对得出来 随着慢慢慢慢的研究 一定可以复原的越来越好的 这个木有什么 那个木有什么 慢慢慢慢拼 各种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吃的 看还有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种东西 刚才恐怕是深加工 这个大概是粗加工 这个猪什么东西 什么干肉 又来 炙的什么 烤的一个什么东西 密烟过的一个什么东西 白的一个什么东西 熬的一个什么东西 又是烤过的一个什么东西 各种吃的 各种烟熏火燎烤的吃的这种东西 下面这些就是变 好像是瓜果了吧 这个蔬菜瓜果的 看都炒到头了 是吧 这什么瓜的一篮子 那个瓜又 那个果子一篮子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有专门的学问 有专门的人去考证 这个我也记不得那么多 总之 当一个量上去之后 这些将来一定是能够 还原出来的 还有几个大类我没有放 行器 出行的用具 精器木器 这是做这个法式的精器木器 辟邪的 车马器 大量的车马器 他会记载 我这个车上有两个盖 一看就知道 原来这个盖是怎么样子 这也很重要 我们以前看一个车马上 全是零件 什么也搞不清楚 对吧 这个 青手王林出的一号大车 大通车马 我们在世博会展周 都有都看过 全车全是零件 所以谁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修了十几年才修 不好 就是因为对不上 你都不知道 古书里车马器 可能几十个名字 几百个名字记载了 我面前有几百个零件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我知道哪个是哪个 也不知道怎么配 所以这个事情 名识关系 是研究古代物质史的 是一个大难题 浅测是中间的 一个很好的媒介 明天啊 我会有什么好看的 我会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我会有点好看的 跟他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看的 感谢观看